其實有剛剛的答案 其實我們也一樣 就是先做出LEN 實際上公式在這裡 然後再把這一串公式 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衣服裡面 那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指這個儲存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公式 一樣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逗點的話呢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輸出4 反之的話就輸出4 OK 你會發現 這個前後一定有雙 因為它輸出的話是一個文字 是一個文字 它就會把邏輯給建立起來 所以如果說像我們剛剛 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們假設把這邊 刪除掉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都變N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 它就抓不到C3裡面的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一次就完成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先做第一個動作 先插入什麼 先用LEN 所以剛剛 最近使用過這邊也可以 LEN 這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 按確定 裡面有10個字 如果你要把兩個公式串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先做第一個 再把這個公式裡面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剪下來 再插入第二個公式 就是1V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來 後面的話你就加什麼 等於10比較好 所以這個指的是什麼 它的資料 等於10的話是一個邏輯判斷 OK有沒有 實際上 剛剛是直接是指C3 現在是直接把C3裡面的公式帶到這邊來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Y好了 我們就打個Y表 那你會發現 移開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加雙以後 有沒有 加一個N 移開的話自動幫你加雙以後 就不需要說有一個 先做第一個階段 但就是一次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完了 OK類似講 長這樣 再來的話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性別部分 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性別部分 把它帶過來 一樣的道理 可是 我們需要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取得什麼 這個字 第二個步驟的話 根據這個裡面取得的 這個這個字 去判斷說 它是不是1 如果是1的話是男 反之的話就女 所以怎麼辦 一樣的道理 第一個步驟 我先取這個字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剛好取得 是這一串文字裡面的第二個字 特別注意哦 插入這個函數裡面的話 一樣找到文字裡面的 特別注意哦 文字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個函數叫MID 這個MID的話 實際上 它全名應該叫MIDD MIDD的話就中間 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取得 一串文字裡面中間的幾個文字哦 OK 你要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問你三個問題哦 OK按確定哦 這個其實 這個函數相對比較複雜一點哦 那它會問你第一個問題 TESTER TESTER是什麼 你的字在哪裡 所以我就把這個TESTER 指的是這一串文字 跟它講說 我的字在這裡 所以它會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那第二個問題呢 STAR LUMBER STAR STAR的意思是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算起 我要從哪一個字 我要第二個字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第三個問題 它會問你說 LUMBER LUMBER 等於是數字 CHAR 加S CHAR 這個指的是字 字元 意思哦 就是你要取得幾個字啊 我要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它這個三個參數 其實主要如果你看得懂的話 你就是有點像填空題 把那個 它問你的問題 填上去是正確的話 那你這個結果就會是正確的 OK哦 不過我是覺得 以SEL這個地方 可能比較不友善的地方 它前面的部分 都用那個英文來表示 而且這個英文還蠻怪的英文 有沒有 它這個叫什麼 它不是一個很標準的英文 它有點像是寫個工程師看的 所以慢慢習慣 如果你可以慢慢習慣 它前面參數的意義的話 而且你會發現 它底下好像也會有一些敘述 有沒有 底下也會跟你講 所以你也許可以看一下底下的敘述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得到什麼 第二個字的結果 但是請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 這個是一個文字 所以它取得過來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 而且它是一個什麼 它也會是文字哦 所以如果你假設 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的話 待會兒取到性別 會出錯 按確定 讓你向下填滿 這個不用鎖 有沒有發現 剛好就會幫你取得 身份字號的第二碼 但是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要1或2 我們要把1改成男 把2改成女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一樣哦 把這個公式 選取之後 不包含等號 把它剪下來 OK 放哪裡呢 一樣 插入 if 所以你用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或邏輯 if 把剛剛那個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幫你取得什麼 1嘛 如果邏輯的話 中間加個等號 如果等於的話 如果等於的話 等於1 那就是男生 對不對 所以你就輸入這邊是輸入男 反之的話呢 就輸入女 所以說男 那它其實也會蠻貼心的幫你 加前後雙一號 所以你前後雙一號不用打 反之就女 但是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這個是1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按確定之後結果會怎麼樣 變成什麼 變成女 想說明明這個是1 為什麼它結果是女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特別注意 我游標放在f 按插入函數 有一個地方 公式裡面有個地方錯誤了 哪個地方錯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一定要什麼 雙一號 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一號的話 它是數字 如果你加了它就文字 特別注意 在那個程式 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文字跟數字 雖然我們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對電腦來說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資料型態 很重要 以後程式也會遇到 一模一樣的問題 OK 所以特別特別的小心 一定要加前後雙一號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像這樣填滿 就會是正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當然你可以參考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答案 其實就是底下 我看底下這邊 在這裡 一模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